这视频不是你发的 不是啊 那你怎么知道 恒星就是家恒 我是 在 在下部工坊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他和助理 在切换账户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当时 当 当时我只是推测 我没有决定 所以 他知道你看过这个视频吗 不知道 那给你发视频的人 让你做什么 和骆家恒分手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该怎么解决 希望你不要去找家恒 说些不该说的 师兄再见 我 笑笑 笑笑对不起 我不该骗你的 你骗我什么 那张照片 我也回去找过 确实是我弄丢了 我不该骗你的 说够了没 我又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不要不理我 我最近很忙 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很忙 我们一周没有见面了 你却有时间跟陆生吃饭 你叫人盯着我 骆家河 你不信任我 你不信任我 不是的 我 我刚才只是胡说 我相信你 我真的相信你 别把我的话 往心里去 分手吧 你说什么 你不信任我 我们分手吧 分手 你怎么不信任我 既然我们之间没有新人了 那就没必要在一起了 记得 美丽的梦 旋转静音的星空 漫步的人会一起老去 Goodbye 最后的灯火 用不枯萎的花朵 在那有你陪伴的 夜里 记得 美丽的梦 旋转静音的星空 漫步的人会一起老去 Goodbye 最后的灯火 用不枯萎的花朵 在那有你陪伴的夜里 在那有你陪伴的夜里 你陪伴的夜里 别喝了 我都被甩了 不可以喝酒啊 你说 我该怎么办啊 我实在是想不通 我分析一下啊 这每件事情 不过 都像是余笑笑会做出来的事 怎么说 恋爱中的女生 没有安全感 随即拷问那是家常便饭 就比如说照片这件事 假如 她回余家老宅的时候 从地上捡到这张照片 这个时候 她觉得你不在乎她 但是呢 你跟她说 你把这张照片放在了卧室 完了 不重视加撒谎 你罪名大了 可是我真的 不记得在老宅见过那张照片 以后呀 只要是有关于笑笑的事 哪怕是一张画费的草稿 你呀 都得碰在手心 不过 走到分手这一步 不像是她的作风 她最讨厌不真诚 最讨厌猜来猜去的 以前我跟夏 夏远兴赌气的时候 就都是于笑笑劝和的 比如 比如 有一次我们冷战 于笑笑单独由我们来这里 我们到了这里之后一看啊 她正拿着两个仙女棒 在那儿给我们跳 不要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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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吃亏的是你自己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生气给魔鬼留地步 五 六 七 开起来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生气 吃亏的是你自己 不要生气 走了 不要生气 生气给魔鬼留地步 五 六 七 开起来 五 六 七 走 不要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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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的是你自己 我错了 你在这儿腰什么呢 切开 你们继续啊 你们继续啊 烦 然后呢 哦 然后啊 我和夏远星 就都看笑了 笑着笑着 就和好了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见面三分情 你去找她 她躲我 那就想办法嘛 那 制造偶遇 你会想办法 很突然 她的风景 又是她的风景 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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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早饭总归要吃吧 我买了五两面 还加了三个蛋 你当我是猪啊 你不是不开心吗 别跟着我 你 你怎么跑前面去了 这里是公共场合 你别逼我动武啊 给你 干吗用的 你在地铁上就可以补觉了 谁说我要补觉了 神经病 怕你会睡得不舒服 会打呼噜 吵到别人就不好了 你才会吵到别人呢 别跟着我 你怎么来了 走 我请你喝咖啡 对 视频是不是你发给潇潇的 你动我手机了 你不是一直想在于潇潇面前 拆穿骆家衡吗 我只是做了你想做的 我没有 那你录那个视频的意义 是什么了 你跟潇潇说什么了 说了你想说的 我问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让他离开骆家衡 满意了吗 你这么做何必呢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我是没有好处 但对你有好处啊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 于潇潇跟骆家衡分开了 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死心吧 我和于潇潇的事 你能不能别管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没什么事 走吧 我还有工作呢 谢谢 尹夕 你看 我觉得下部这个项目 真的很适合用褶皱这个元素 你看这个连衣裙 它的领部 我用了不规则的双层压褶设计 很浪漫 还有一点高级的性感 对吧 加油 我觉得你这一次一定能成功 加油 谢谢你的鼓励 我一定会加油的 最近佳衡怎么没过来 你还是先管好自己的设计事业吧 陆深呢 怎么没见着他 我让他跟SGLA对接事情呢 这个点也应该回来了 不管了 我们先聊一下我们的合作款吧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直都在想找一些有意义的元素 还在找灵感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沈总监 这个事情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只是劝了劝于笑笑 给他讲了一些 嫁入豪门的失败案例 他是个聪明人 自然是知道 洛家是不会接受他的 然后也就心灰意冷了 你确定这次他是真的想分手 不是欲擒故纵 他可是把我弟弟哄得团团转 放心吧 这次不会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 咱们上次讲好的 事成之后 把尾款打给我 这么着急 是不是虞笑笑问你要钱 她可以直接问我要啊 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师妹 就故意隐瞒 就算她不说 我总归要帮帮她的 还好这个女人离开了嘉恒 可嘉恒要是知道 这个女人为了钱离开自己 该多伤心啊 那 那就不要告诉她了 以免结外生枝吗 当然 分手了 难怪笑笑这几天 她怎么了 笑笑怎么了 笑笑没事特别好 每天拼命工作 跟拼命三娘似的 然后呢 有没有说什么 有没有提到我 有没有骂我 骆家恒 你这也变太多了吧 怎么着爱情的魔力 在你这全程毒药了 什么时候了 还挖苦 我哪有 我这一摊的事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我就实话实说 笑笑之所以跟你分手 是因为你在感情里 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这个时候 你在搞什么 偶遇 嬉皮笑脸 她只会觉得你更奇怪 更想逃 风鸣也是说 她应该是没有安全感 而且笑笑 确实好像比以前 更不想见到我 那怎么办 你知道有一句话 叫做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吗 还有 你别整天风鸣 风鸣 你不要信风鸣出的损招好吗 好 我听你的 你说 是吗 首先 找到她 然后让她把这些 不满的情绪 全部发泄出来 再搞清楚 她为什么生气 其次呢 算了 跟你教这么多 你也学不会 言简易改 真诚 真诚 还是真诚 对了 她是不是还在加班呢 还有 那个陆申是不是也在 不是 你提什么陆申 你这个时候 还在制造信任危机 我只是 不再相信那个陆申 行了 笑笑今天下班 跟我一起出去的 然后接了一个电话 也没有跟陆申在一起 至于加班 今天没有人加班 我这个是 每天整理当天文件 你知道的我的习惯 那你知不知道 谁的电话 我哪知道啊 你自己去问啊 大少爷 几点了 不一起吃个饭再走 我不饿 我饿 我饿 好了 好了 去吧 今天谢谢你了 加油 你好 熊猫火锅店 有优惠活动 了解一下吗 熊猫火锅店 有优惠活动 好好看 您快看 好好看 您快看 美女 小猫火锅店有优惠活动 了解一下吧 来 来 喝喝 喝喝 来 喝喝喝喝喝 喝喝 喝喝ush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最近车场的玩家非常废车 我修都修不过来呢 没有时间 你不用担心我了 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 疼喝了吗 喝了 行 没事了啊 我挂了 我进去忙了 我车修不过来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灵依 累死我了 你这怎么了 没怎么 几天都联系不到你 南姐说你起年假了 家里有什么事吗 我的事 又怎么能算得上是事呢 当然是你的工作重要了 因为你现在 可是瑞可公司炙手可热的 新锐设计师了 你怎么这么帅 你 那天是不是去送鸡汤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你早就知道袁一文出轨了 是不是 灵依 我不是再忙我了 他都已经亲口告诉我了 你还记得你们出差那天 你微信上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不是说那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嗯 我尽快回去 好不好 对 乖 听话 这个灵依真是个恋爱呢 我知道了 好 我还有工作要忙啊 拜拜 上班时间谈恋爱 卷总不扣你工资啊 也不 谁让老板是你男朋友呢 谁上班时间谈恋爱了 你放尊重点啊 我工作可是很有原则的 装 再装 还想给我惊喜呢 你早知道那个女人去找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林依 那只是一通电话 我根本没办法确定的 我也是回来才知道 那通电话不是你打的 而且 我看你跟袁一文那么恩爱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你讲 所以你就跟他们一起骗我是不是 下步那天 我跟你说袁一文电脑上有猫腻 你那天为什么还是没有告诉我 于笑笑 你看我被别人耍得团团转 你很开心是不是 当然不是了 林依 当时那个情况我根本来不及跟你说 你不是来不及 我 你是怕惹怒袁总 你怕丢了工作 不是这么回事 晓晓 你拿我当过朋友吗 还是那种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虚假闺蜜 又或者是 你单方面的情绪垃圾桶 林依 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你永远是我的朋友 这件事情 我室友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可是 可是我最近的生活真的 真的太多事情了 我的生活也像一团乱马 好了 林依然 我 雨晓晓 果然 你的世界只有你自己 林依 林依 林依然 也许我 不够温柔 也许我让你寂寞 我 是 女人 人 人 找你 你 你等等 请 他们真的分手了 不会再和好了吧 我觉得吧 小情侣之间分分合合 吵吵闹闹很正常的 而且 我第一次见家衡对感情这么积极 天天创造机会见于笑笑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物相有 我看这个于笑笑 最好别是欲擒故纵 不然我跟她没完 姐 人家两个分手 该不会是你一手操办的吧 当然不是啊 最好不是 要不然啊 家衡得恨死你 对了 姐 瑞克最近财务有点问题 你留意一下 据说不是很正常 我下午才在公司 看完财务报表 除了一些贷款没有还之外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还是留意一点吧 你跟笑笑 闹矛盾了 没有啊 没闹矛盾 你怎么会不知道 她现在人在哪儿啊 我是老了 可眼不瞎 这都好几天了 你还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我跟我爱人哪 年轻的时候 总是吵架 一吵架 就冷战 谁也不理谁 到了饭点啊 也没人做饭 也都不吃 到最后啊 谁饿得受不了了 谁才去生活做饭 然后 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你会把饭吃了 麻烦吃了 也就算和好了 可是 但是 后来 后来有一天 他生病了 我也爱 那那个时候开始啊 我们再也没吵过架了 我也再没吃过他做的饭了 倒是把我逼得呀 把我逼得学会做饭了 手艺不怎么样 也就这小面还可以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会珍惜笑笑的 对啊 年轻的时候啊 尽量别给自己 留下什么遗憾 你呢 在工作中 生活上 把笑笑照顾得很好 这我都知道 这次来找笑笑 确实是要跟他和解的 你怎么在这儿 我家 你都听到了 听到了 有事说事 你们不是要找笑笑吗 他跟程丰明他们仨 原来只要不开心 就会去一个地方 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我知道了 好像 谢谢 余叔叔 我先走了 我还没说完呢 祝你麻将馆生意新楼 不是 欠你吉言啊 这些生意确实还不错 知道什么了这是 余薇 你这偷听的习惯 能不能改一改啊 谁偷听你俩说话 你俩说话声音还能再大点吗 爸 能不能别老说你儿子呀 我是你老子 我就得这么说你 有客人在 不好 以后啊必须得注意 必须得改 你谁啊敲我脚 对不起小小 我来晚了 服软 干嘛服软 该服软的人是我 因为是我跟你说的分手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跟你说分手的时候 我 我这个心有多痛